大家好 謝謝大家前陣子在我的粉專 還有社群上面熱烈的回應 那這一次呢 就是我的QA時間啦 我相信大家都對 在650呢 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還有很多想知道的東西 那在這一次呢 我就會回答大家的一些問題 比較熱門的啦 然後呢 如果篇幅太長的話 我會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那首先呢 我相信最重要關心的就是 我的購車問題了 首先我要回答就是 我是怎麼購車的 那我不是用 那個台灣本田的貸款 我是自己去外面用銀行信貸的 因為呢 我自己的公司啊 就是 它有員工信貸 所以我就是去辦了一個員工信貸 那它的利率呢 比本田的還要低了一點 所以我就是用員工信貸 那我用這個員工信貸還有幾個好處啦 第一個就是 它不用抵押 它也不用保人 然後 它也沒有綁約 所以 隨時都可以償還 那它的利率也比本田的低 所以我這台車 在本田那邊的話 等於說我是用現金購車 因為是 銀行把錢匯到我的戶頭裡面 然後我再把這些錢 一次全部付清這台車的車款 所以說這台車 我算是用現金購入的 只是我是 就是先自己去外面找信貸 然後再去現金購入 那我是 希望大家多比較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跟我一樣 有一個員工信貸可以使用 那我相信有些人還是 軍警銷的話 可能會有軍人貸啊 然後 警銷貸款那些 他們的公教貸款 或是公教信貸 他們的利率也是蠻優惠的 如果你是軍警銷族群的話 我相信你也可以考慮 就是軍人貸款 或是警銷貸款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市警小民 或是上班族的話呢 那你就是多問幾家 不一定要問HONDA的 你可以問本田的 也可以問其他家的 什麼和論啊那些 我相信 其他影片啊 或是說 有一些YouTuber 他們也有分享過 最近我看那個 阿薰大他的頻道 就是有分享一下 他購車的一些細節 那貸款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參與他們 其他家的銀行 然後多多比較 我認為啦 至少要比個三家到四家 然後 你在比較完之後呢 如果你是要用信貸的話 你在送去 審核的時候 最好最好就是 挑選好 最多不要超過三家 因為你每去送審一次 你就會扣一次連真的分數 連真的分數 扣越多次 你的那個 信用的評比就會降低 對 所以 就是你要確定好說 可能這個條件不錯 那我再去試算 然後準備貸款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用車帶他有哪些盲點跟壞處呢 用車帶第一個就是 你要有一個 3500的設定費 那就是動產設定 就是說你在 繳車帶的時候 這台車是無法過戶的 也無法轉手的 所以 你在貸款的時候呢 就是用這個車當抵押平 那才會有這個 3500元的設定費 那很多車帶他們 就是還會有一個 違約金 就比如說 你假設你是貸款 貸36期或是貸48期 或是貸60期好了 他可能會說 欸你要第6期 或是第12期 或是第24期之後 才能把這個貸款給結清 然後把這個 車子的設定解除 然後把它轉手賣人 所以 外面很多 車友他要賣車的時候 常常都 必須要找車店幫忙 因為車店他 可以幫你車換車 就是 幫你清償貸款 然後再幫你購入新的車子 這樣子 會比較一條龍的服務 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有3500這個設定費 然後把車子做 動產的抵押設定這樣子 那 如果你是 買來之後 可能很快就要轉手的話 可能一年兩年三年 就要轉手的話 這個部分 你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先搞清楚 這個動產設定的部分 不要說你的車要轉手 最後才發現 啊我的車 有動產設定 然後貸款還沒清場 之類的 那之前也有車友就是說 他的車 急著賣 就是他的車急賣 那他必須趕快把這個貸款結清 可是他這一結清 他還付給銀行一些 違約金的部分 那有些銀行他的 貸款的收取方式 他的利息的收取方式 是在前面手 就比如說我是貸款 20萬 然後利息可能 5000塊好了 那他利息可能就是 你在 你在頭期的時候 他就直接幫你扣掉利息了 直接扣利息 你先把利息繳完 那就是不綁約 反正就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 你提前繳利息跟 後面繳利息 那 反正就是 天下沒有白色午餐 大家 對這方面一定要去做功課 這個部分其實我也不能給太多意見 因為 很多銀行他們的貸款方式都不大一樣 他們的一些繳費啊等等的方式也都不大一樣 所以 大家一定要先去問清楚 那我只能告訴大家 這裡面 妹妹咬咬很多啦 然後 陷阱也很多 有些不肖的業務 不只台本 我是說 不管是汽車 機車還是什麼的 二手車等等的 這個市場裡面呢 就是 二輪四輪的這些市場裡面 貸款市場啊 有些不肖的業務 他可能會用 呃 用 負利把它當單利 或單利算負利這樣子 就是 去用畫素之類的 讓你以為這個利息很低 實際上 他的利息是 比這個實際上 他算給你的數字還要高的 這個部分 大家在買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那 我自己就是用信貸的部分 然後 來購車 那我自己 當然是有準備投期款 然後 我自己身邊的現金 其實也是 足夠 我直接以現金買車 但是 因為我後面還要有一些 規劃 就是 不管是繳稅啊 車子的保險啊 還有什麼 改裝等等的 所以我不能把錢 全部都花在這上面 那我必須要留一筆錢 在身邊當預備機 所以我才選擇用 貸款的方式 那我的慶長期數呢 是36期 就是 我是分三年來償還這台車的貸款 一期大概是 8800左右 所以 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我是自己 有考量過 我覺得 然後 這個東西 算說三年黃黃會有一個例行在 但是 會讓我自己 過生活過得比較輕鬆 也會有預備金 不會說 一發生什麼事情 就 一切都沒了這樣子 我覺得 大家買車還是要量力而為啊 身邊留個預備金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 就是 我這台車有選配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台車我在台本選配東西 非常的簡單 就是USB充電器而已 那這個充電器呢 是5P的 之前我跟大家開箱分享過 就是5P的車充器吧 那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影片 5P的充電器 就是那一組 那我自己呢 是跟 業務他講一下 然後業務去拿過 一組新的5P充電器 再幫我裝 我裝的位置 我等一下再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在騎車 我是裝在油門線上面 因為5P充電器 它就是兩個頭嘛 我其實 這台車 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 我的 整個儀表板的介面 駕駛的介面 如果我沒有要用充電器 我沒有要用手機駕駛 我整個看過去的介面 盡量是乾淨的 盡量就維持它 跟出廠的時候 差不多的狀態 就是我希望 我整個駕駛的視野 跟儀表板那邊是乾淨的 不要有很多 綁一些奇怪的東西啊 就是很雜亂這樣子 因為 有些車友他可能 會有測速器啊 會有胎壓 會有行車記錄器的顯示器 等等的 所以他的儀表那邊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非常非常的充實啦 就是儀表都是滿滿的東西 那我是希望我的儀表 越簡潔越好 看起來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 我只有請台本幫我裝 5P的充電器而已 那其他呢 我還想裝 就是 油箱貼 但是油箱貼業務說要 8月份才會有 所以我就先貼DNV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施工的影片 參考一下 接下來就是 如何自己在家DIY這個DNV的油箱貼 其實蠻簡單的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我的手機架怎麼裝呢 我是 用5P的手機架 為什麼不用RAMOS呢 因為 之前我就是RAMOS的用戶 後來 RAMOS跟5P我都買來用用看 我發現其實 5P做的也不差 所以 就是選5P 反正 跟功能性為主啊 RAMOS不是不好 而是因為說 5P它的效能 其實就已經可以達到我的需求了 所以我就是選5P的 如果你有品牌上的 一個 要求的話 那RAMOS當然還是比較好的選擇 而且RAMOS的保固是 比較完善的 當然就是它的售價會比較高 台本它在 左右 左右的把手啊 它都有留 60R啦 它的左右把手 是跟其他車款共用的 所以它上面會有一個 後照鏡的螺絲孔 那我是把 那個球座 裝在這個 預留的螺絲孔裡面 那台本的這個螺絲呢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規格 一般我們的 牙公製的螺絲啊 不管是內六角外六角 它的牙距 可能都是1.5的 那台本它這個是比較密的牙 就是1.25的牙距 所以它這個螺絲的規格是 M10 然後牙長是 20mm 20mm 那牙距 就是螺距 是1.25 它這個規格 就是蠻特別的啦 所以 當初我請業務 裝在這邊的時候 業務就是說 它找不到螺絲 那本來 我是要跟大家一樣 就是鎖在三角台的中間啊 或是鎖在那個 前插固定螺絲上 但是 鎖在三角台中間的中心柱上面 業務是說 如果在 那個鎖 在這個四蓋拆除的時候啊 中間黑色這個四蓋拆除的時候 可能會 會受傷 就是翹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沒辦法再蓋回去了 那之後可能就是沒辦法復原 然後再來就是三角台的螺絲 就上面這顆螺絲啊 啊 這個螺絲呢 就是 新車馬就拆螺絲 還要鎖過 重新鎖上那個三角台 就是前插的棒數 也是 我覺得 還 還沒有到非常的理想啊 就是 其實就是再重新鎖過棒數的話 所以最後我就是 跟業務假裝沒關係 這個我自己來處理 我就去 請做工廠的同學 幫我找到這個 M10 然後壓長20 1.25壓矩的螺絲來鎖 那最近我也在請他 再幫我找過白鐵的啦 因為 這個一般 一般的螺絲 我跑兩趟 西兵就生鏽了 如果車友們有這個需求的話 可能就是要去大一點螺絲行去找 看有沒有這個規格螺絲 不然的話 這個螺絲一般的五金行 絕對是買不到的 要去螺絲行 甚至是一些專門的 機械螺絲的批發商 那這個店家呢 可能 要問一下 就是 上網查一下 或是去問一下 附近做工廠的朋友們 有沒有認識的廠商啊 那如果是台北的朋友 台北我記得有一條 就是五金一條街嘛 可以去那邊找找看 OK 那再來呢 我要回答就是 騎乘姿勢的部分 有人問說 欸你這台跟上一代的 650 F5差在哪裡 我覺得其實 順順騎啊 順順騎騎起來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低轉的反應啊 650R 比上一代的650 F5好上不少 那這一點 其實我朋友 他有一台650 F5 他是2015年的 然後之前我也騎過 CB650 F2017的 所以 2015 2017跟 60R我都騎過 那幾台車比較下來之後呢 我就是覺得說 欸 60R他在低轉速 像我現在 慢慢騎 我是掛著6檔 然後轉速其實 很低啦 大概兩三千轉 這樣子順順的騎 有沒有 扭力就叫的起來了 他的 低轉的扭力 感是比較好的 他低轉是比較好操控 扭力感比較好的 一個設定 所以 60R跟60F 我覺得就是差在 這個低轉的可控性啦 然後在騎乘姿勢的部分 650 F 就是比現在的 CB650 R 還要再趴一點點而已 所以現在其實 CB650 R 就是 650 R的街車版 他的騎乘姿勢 已經很接近 上一代的 650 F了 就是 有造版的 650 F 那650 R 跑車版呢 我就是覺得 比上一代還要趴上不少 還有就是 腳踏也比較後面 他這個是 有感啦 如果你兩台車 同時這樣交換騎的話 因為 前陣子 我有跟我朋友 去騎車 然後中間呢 就是有一小段 我們就是 有稍微交換一下 就是我騎 CB650 F 他騎我這台 CB650 R 那我們兩個交換之後呢 我突然覺得 我的腰變得好輕鬆喔 就是 尤其是 腰那邊的感受啊 就是你的一個 姿勢上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實際上 騎上路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欸 真的有比較低爬 比較戰鬥一點 650 R系列 不管是街車還是跑車 都是變得比較低爬 戰鬥的姿勢 那這個是比較有感的 好 那再來就是 我要回答 之後我會改什麼東西 我的 改裝的項目啊 跟我之後的 一個 規劃是什麼 那首先呢 我想改的東西很簡單 解封印套件 還有 快排 跟 台本的油箱貼 這幾個是我目前就是有想到的 那再來就是 呃 太陽偵測器 我會比較想裝藍牙的那一種 藍牙式的太陽偵測器 那 行車記錄器前後的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裝呢 因為 第一個是我還沒找到我要的機型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我其實對前後雙鏡頭呢 就是 前鏡頭要藏在哪邊 一直很頭痛 因為 60R它的車頭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啊 所以 有一個鏡頭露在那邊 怎麼看就是怎麼怪 那這個部分呢 我還在研究說 到底 要怎麼去藏這個 前鏡頭 那等我 這些都研究完之後 可能就會去裝了吧 這個也是 也是我一個 龜毛的地方啊 就是 呃 想法比較奇怪 就是我覺得說 這個前鏡頭在那邊實在是不好看啊 有愛觀瞻 所以我現在才一直用安全帽式的這種行車記錄器 就是讓 這整台車看起來盡量整潔一點 那 我看泰國很多車友他們都有改那個 短排架 60R改短排架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我會不會改呢 目前我還沒看到我喜歡的款式 所以 短排架的部分 暫定是不會 等看到喜歡的款式來決定 還有就是 呃 管子到底改不改 現階段來講 不改 因為 怎麼講 我覺得目前這個聲浪呢 我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說 它在 騎的時候 這就是像是 紅排的狗狗羅一樣 這非常的安靜 我跑西濱跨車道路巡航的時候 甚至就是聽到風切聲 然後還有一點點引擎聲 排氣聲真的非常的安靜 這台車 我只能說 就算 HONDA有把它的 排氣聲有加大 但是 它的幅度其實沒有到非常巨大 因為 那時候我跟我朋友的CBR650F 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 聲音有變大 但是可能就是 呃 10跟15的差別 沒有到 10跟50 100那種差別 反正就是10跟15的差別 它的差異其實沒有很大 所以說 雖然說 這一代的聲音 有做強化 有變比較好聽 但是 分貝數其實是差不多的 沒有變得比較大聲 它只是變得比較好聽而已 好 所以 目前來講呢 就是 大概這幾個面向吧 那最後呢 就是 呃 我看很多人在問說 油耗 油耗的部分 油耗部分 其實我還不打算現在給大家 因為 我前陣子都還在訓車 所以我的轉速都是不高的 那這個油耗就不會準確 我訓車騎的油耗大概就是 19左右吧 19.5 19.7 這樣 可是 這個要看訓車騎之後 油門可以全開之後 才會比較準確 因為我的訓車騎 其實我車子都騎得滿溫順的 所以 這個油耗的部分呢 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之後我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設置給大家 那再來就是 保險的部分 保險的部分 其實我是有把HONDA的 乙式車提鞜的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 非常的重要 我相當推薦大家都要去買這個 乙式車提鞜 因為 這個乙式車提鞜呢 它有保翻覆傾倒 所以 其實前陣子 我的朋友那一 消光黑的 650 它有發生原地倒車的 小意外啦 那 我們有叫警察來 就是來測量啊 來拍個照這樣子 其實流程很簡單 就是警察來拍拍照 然後 就是說 喔你要出爆錢 然後我就寫個事故連單 說你這個是自己倒車什麼的 反正 就吹個角色拍拍照 然後寫個連單給你 那你就可以去出險了 那那個時候 它只是輕微的原地倒車 它回去 原廠一個估價 就是兩萬多塊 所以這時候 有徹底點就很方便 你只要付 致付額一萬塊 那超過的部分 就是保險公司幫你處理 雖然說 明年你的保費 可能會變貴 但是 至少比付出 高額的維修費 還要好 因為 60R它算說 零件不算貴 但是 你算一算還是比 一般的機車高的 畢竟它是進口車 然後它的零件有些用料也比較好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不要省 大家都已經花這麼多錢買這台車了 那這個保險的部分 大家就是 能買就買 買到最滿 像我自己是連超額都加下去了 所以我的保費 一年的保費大概是兩萬三左右吧 我在60R一年的保費就是兩萬三 就是 乙式車體險 第三責任險 乘客險 然後超過保險 我全部都加上去 不管 怎麼樣 就是 把它點到滿 因為我覺得 重機 它可以保保險已經是 很不錯了 因為很多公司 他們還不乘坐重機的保險 所以台本它有 這個乙式車體險可以購買呢 我覺得 大家就是多多利用吧 好 那 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是怎麼從 我的目標策劃裡面 挑出60R這台車來入手的 那 這個就是 留到下一次的篇幅再跟大家分享囉 那這一次的QA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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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下次見 你不下次見